HELLO 大家好,主春到 衛生局在剛剛宣布 有人中了招,不過大家不用怕 是隔離治療酒店 英倫遊艇會酒店 看到就是這間 昨日發現一名受閉環管理工作人員 是47歲的南愛顧 新冠病毒核檢呈陽性 這名員工是樓層保安 負責派餐、派物資和樓層巡邏工作 接報後衛生局已開展調查和進行防範性措施 包括界定接觸者並安排醫學觀察 英倫遊艇會酒店是一間新酒店 現在做隔離治療酒店 收治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 在正黃亭海景酒店隔離澳門銀河 杜嘉成斜對面 隔離治療酒店工作人員當然有較高風險感染病毒 衛生局已定定一系列指引 要求監管機構和酒店管理實體落實執行 包括高風險工作人員必須至少每日做核酸 當出現案例陽性高安時 衛生局已立即將他和接觸者隔離 要求酒店員工加強落實執行各項防疫措施 幸好是閉環 所以傳出來的風險不高 不過接二年三出現這些情況 之前巴黎人大爆發 其實真的要檢討一下指引和執行上 在哪裡有問題呢? 因為上一年十月都試過 在隔離酒店傳病毒出來又是保安 搞到一副都是 全世界都要撩躲 經濟又停頓 很大件事的 所以小心點 好這集先看到這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數個片給截圖耀人馬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